那今天我們的本土病例是新增 公佈五萬六千三百三十九例 那今天的這個各縣市的病例數 是都在八千多例以下 沒有超過九千例 那另外有境外離入六十五例 跟死亡的個案有一百一十五例 國內本土新增五萬六千三百三十九例 不過指揮中心表示 這座本土病例趨勢 渴望降到五萬以下 由於指揮官陳時中自主快篩 仍然呈現養性 仍有羅一軍賭自主持 並說明陳時中現況 輕微的肝殼 那另外有一些鼻音的部分 所以看起來精神元氣都不錯 21號也新增兩名肺炎重症嬰幼兒 分別為四個月大男嬰跟兩歲男童 目前在加護病房治療觀察中 而第二劑兒童疫苗22號陸續開打 至於校園接種 也會安排在六月下旬 目前統計有七十八萬兒童 已接種第一劑BNT疫苗 另外住宿市廠照服務機構 從今年疫情以來 確診工作人員九千一百三十八人 確診住民三萬四千九百四十二人 確診個案送醫後死亡人數 從四月以來累計七百五十四人 由於為染疫高風險族群 符合使用抗病毒藥物條件 近一周平均開藥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九 比起四月一開始 百分之五十六提升不少 有一次新聞 溫胡蘇巴都台北市採訪報導 рав疑优优优議員